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在创收市新高升29点 报5029点 纳指一度倒跌0.5% 最终反复升47点 报15906点 美汇指数回落到104.2的水平 日元曾经升大约0.6% 焦点美股方面 NVIDIA上天超越了Alphabet 成为美国第三大市值企业之后 股价回吐1.7% 而Google母公司Alphabet跌了大约2% 而超微电脑SMCI再升1.4% 股价突破1000美元 Tesla就弹升超过6% Meta升大约2% 苹果和亚马逊轻微偏远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麦阿里巴巴比本港收市升大约1% 至宣布72.1毫半 京东升0.9% 百度和美团升0.7%至0.8% 腾讯截宣布286.4毫三 比本港收市升0.4% 汇丰控股ADR截宣布62.3毫半 比本港收市价升1.6% 友邦和港交所升0.6%至0.7% 接着看看今早外围的市况 亚太区股市方面普遍向好 其中日本市升1.6% 日经平均指数387884点 南韩市升0.6% 南韩市升0.6% 欧紐股市升幅也有0.4% 倒置期货 倒置期货跌63点 高水22点 接着看看恒指黑期的表现 预示港股 待会有机会跌稳 黑期现在升几十点 至94点 先和Rafi谈谈谈外围一些消息 因为昨晚美国也有不少的经济数据公布了 但出来其实是个别发展 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1月份零售销售 按月跌了0.8% 就是近一年来最大的跌幅 扭转了前一个月 经收定之后升了0.4% 亦超过市场预期 但是市场现在对联储的6月减息的转损 仍然有几次热感 看到美汇、美债息都回落 最重要的是美股都还继续做好 当然问走势是否持续 还有个别的主题股份升得很厉害 你会担心升势是否仍然是健康呢 健康这个很主观 其实不算是非常健康 或者这么说 因为始终部分主题性股份 像你所说是升得很夸张 特别说一些AI 相关的芯片类的股份 还是很瘋 所以你说执在一边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一定不是很健康的一件事 如果你说市场是要很健康地升 可能还是比较平均一些 或者什么板块都升 但其实这一转又不是的 也挺执在那一类型股份上 所以你说这件事 我自己就会有些可能審慎一些 特别去到这些位置也是 但没办法地 你说整个美股无重是强的 无论你三大指数好 如何看都好 因为特别最主要一点 就是大家对于整个美国的看法 总是找一些好的东西去看 或者好东西去炒 正如你说 其实过去一个多月 开始对于减息的看法 是不断在降温中的 降温也挺明显的 特别对比年初那一转 就是刚刚二四年回来的那一刻 当时的市场 是估计减六七次值的 今年的市场 现在速度可能三四次 跟储局差不多也好 或者甚至五月未必减 到六月未必减的时间 都没什么 因为大家到这一刻来说 觉得不减的原因就是 经济可以 远着陆 远着陆 远着陆一来 近期的数据 意味着远着远着陆 甚至过去曾经有 有些人看法觉得 根本不用着陆 就是强到这样 所以又是有这个好的画面 继续推市场上去 所以你说这件事 那没办法 现在都没有改变 可能短期来说 我想市场还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甚至乎 就算 你说未来的市场有调整也好 都是那句 好看调整来的时间 究竟有没有其他事情去替代 如果说都没有 其实落完去 那些钱也有人买回去 其实也是继续强 所以我想这些格局 在一个中短期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之下 其实美股就很难有一个很明显 转势转弱的一个迹象 但是当然 不是说叫大家这一刻 一锅风再涌进去 就是你有货 你当然只要hold 其实过去都是这样说的 一个小利益 没理由走 但是如果一路都没有 那都是等刚才说 譬如看有没有继续调整 然后再去吸 那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说 就是有没有什么要留意 我想除了刚才留意着 就是整个市场的 类似个情绪 或者是钟摆 就是如果你摆到这么极端的话 突然间一下 反过来 可能这些就触发到 一些调整的可能性 甚至乎是 刚才个别主题的板块 比如你说的 SMCI 超微电脑 说真的 由3元升到1000元 是一个很瘋的情况 那完全都是AI概念 那要留意 因为未来 NVIDIA就会出业职的 那它是M7最后的一款 那这个我想挺大的启示 特别对这类型股份 挺大的启示 那所以我想大家留意 未来留意这件事情 当然不是说它会坏 或者怎样 但是 始终它很厉害 大家的要求 或者预期很高 那如果出来是没有了 大家想要更多的东西 可能那一刻 是会有一些转列的可能性 那这个我想是 就是未来要留意地方 是 大家小心一点 看着 但是如果说美股 你自己觉得 现在还有没有东西可以继续呢 其实我想 看法上说 我都是继续 就是刚才说了几个主题 就是没办法 因为你今年 始终AI这个概念 和去年开始 其实都是继续延续 做这份是一些 比较偏上游一点的 可能是芯片 设备类那种 其实那个受害程度 大家觉得很大 因为都是那句 无论你最终 那个产品行不行 你都是要用相关一些的上游设备 所以你看到近期炒作那些 都是这类型的 所以如果你说 看法上的版法来说 都是以这个方向为主 但是另一方面来计 我觉得都可以留意一些 譬如是 医疗护理相关 比较稳阵型的一些股份 但是当然那些这一层 就不算真的很强的 我想等下一轮 特别我想受害住 就是未来真的 如果减息出现之下的话 这些股份 相对会走势上说 比较好一些 好 大家可以留意着 港股方面又怎样看呢 我们先总结一下 港股上日表现 稍后就问一下Rafi 怎样看港股的情况 我看到恒指昨天低开55点 早段反复跌最多128点 之后曾经倒升149点 高位建16,029点 恒生指数全日升65点 收报15,944点 不过缺乏北水 成交淡静 成交额只剩470亿 马方指升0.8% 报3,223点 京东升超过2% ATM各别发展 阿里巴巴升0.7% 腾讯跌超过1% 部分内需股有支持 利益零升超过5% 安踏升近2% 比特币概念股做好 新火科技抽升2.6% 北水就继续暂停 直到下星期日就会恢复 不如谈谈港股 港股踏入农年 看到都靠勻了 两个交易日 但是就缺水了 下星期A股就会服市 北水也会回归 究竟可不可以憧憬 为后市增加动力呢 这个我想是一个关键 因为虽然你说过去这两年 即是农年回来一两天就OK了 即是低开完 像昨天那样都咬得回来 特别第一天都是 即是连续两天都是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 你说的成交就很少 第一天就570多亿 不够600亿 第二天昨天就得过500亿 所以我想 即是得过500-600亿的成交 就真的不是有什么很大的启示 所以我想很直接等下星期 即是一例可能北水 那二例其实过去这两年 我想还有很多人放假 所以看看过了这个周期 大家算是差不多 可能都归位了 回来 那看看那些钱 是否真的肯进回来 那我想如果你说升得来 最起码都是那一句 成交起码去到千亿楼上 我想才是 即是叫做实在一点 所以暂时 你说过去那天的升 我想就不算太大指标 但都已经比没有了 即是在港湖这么弱的情况里面 但是我想今年来说 其实那个的看法 都是那几样东西 就是一来外围减息的情况 而而来就是特别内地 我想经济 以至政策方面的因素 那这些都是很主作 就是港湖 究竟在农年 可不可以再做好一点 那唯一好处就是 它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那估值上说都比较低 那变成一个低位里面 那一年开始 那可能有一定的一个 就是憧憬在那里 那但是 我想也是一步步去看 那所以第一关 如果如果短线去看的 当然一定是一条五十千线 一万六千一这些位置 就是要突破其他运线 因为其实你过去这两三个月 都是压住了一条五十千线 即是曾经去年年尾十月 即今年年初回来 是碰了碰过 但是又压回来 去到二月份回来 都是碰了碰过 又压回来 那二份连续两次 都是这样的时间 我想接着要看着这件事情 即是如果破了五十天线 那便再推回到 一万六千八至一万七这些位置 这样关键看比较好一点 好 那可能接着有些业势 越来越开始多些出 可能又会有多些看法 今天都有一个 大家可以留意的焦点 就是收市之后 恒指贵检今天会出牢 例如恒指贵检 每次恒指贵检的时候 中金都会发表报告 估计一下 大家一起看中金怎么估计 就问Rafi怎么看 中金有报告说 就是七只港股 最有可能成为蓝筹新贵 包括快手1024 太古地产1972 京东物流2618 小鹏汽车9868 新东方9901 八制神州6160 和信达生物1801等等 就是排在恒生指数的顺位前列 应该用一些基本的数值 例如市值各样去计算 就觉得他们最有机会 但中金今次的报告 也有补充到 就说 其实快手和京都物流 在过去几次的预测之中 都排在前列 但最终还是未能够被纳入 主要可能就是 那个决策的依据 不是一个量化的因素 好像是行业和上市代表性等 都没有详细说明 或者是一些量化依据 值得留意的是 恒指公司已经对外国公司 开绿灯 赋予加入蓝售的资格 以为外国公司可能 也有机会染蓝 你又怎样看呢 我都知道你每次都说 其实可能都不太薄 是吧 没错 不如等出结果 我们分析一下 比较大机会 可以成为蓝售新贵 有连行吗 没错 可以成为蓝售新贵 有连行吗 这么长的